且今一如坐骑托灵,骗官临取,即与殿堂,上至日月,前队横河,如今以我狮子坐前,举手指尘是种种相。 阴则是灵,明则是日,爱则是弊,通则是空,如是乃至草,树先好,大小虽书,但可有行,无不止早。 好,说现在前,现在今了一根林,坐在祈托灵,你好好地注意看,看出去,临取一殿堂,上到日夜,前面是很好,如今在我狮子坐前,把手举起来,指尘是指尘看,指尘是种种相,因则是灵。 因则就是暗处,这是森林啊,明就是明亮处啊,这个就是借重于阳光咯,爱则就是弊咯,通则就是空咯,如是乃至草树,先好就是细小,大跟小虽然不一样,但可有行,无不止早,只要它是有形状的,没有一种东西, 不可以指出来,是不是,那是山是灵是树啊,这很清楚啊,这是亮的,这是暗的,很清楚,佛陀说,只要它是有形状的,没有一处可以不指,不能指出来, 所以,此心一物,皆可指为例,而下面另只见,且今我自已如,坐此七托领,周聘观看近处的领取,水之河流之类的,即以殿堂,高处上之之夜宫,远处前队横河,如今以我狮子坐前, 但是目之可见,即首,即可指尘,是种种相,分别明白,因则是灵,明则是日,爱则是弊,通则是空,如是乃至若草若树,先细毫末, 这个目,我们说粉末,我们说粉末,就是细碎的物体,大小随书,但可以有形,无不可指着,只要有形状的,就可以指得出来,若必其见,现在如前,如应以首,切实指尘,何止是剑? 如果这个剑性,如果这个剑性,啊,就在你的眼前,你用手指看看,哪里是你的剑性,只指看,还指不出来, 此交其只剑,若必定是剑精,现在如之眼前,如应以首,切切实实指尘,何止是如眼前之剑性? 阿难当之,若空是剑,既以成剑,何止是空?若物是剑,既以是剑,何止为物? 阿难,你应当知道,如果无形象的虚空,就是你的剑性,外在的虚空,既以成剑,前面加两个字,虚空, 更清楚了,虚空既以成剑,外面的虚空既然已经成为你的剑性,加一个字,又何止是空? 那么,又什么叫做虚空呢?虚空是你的剑性,那什么叫做虚空呢? 若物是剑,如果外在的物象,就是你的剑性,那么物象既以是剑, 加两个字,物象既以是剑,物象既以是剑,物象就算,如果是你的剑性,何止为物? 那么何止又何止是为物象的本身呢? 意思就是剑是剑,物是物啦,要弄清楚啊。 此有两节文,乃是佛历禅歌词,要阿难依此解答,不治混乱。 先所谓双用集物礼物,单浅事件,即在本科。 此节歌词乃集物,需要不坏物之本相。 所以,诸位修行,诸位法师,护法基士,修行叫做不坏物之本相。 就是说,非得用某一种格式,千万不要去破坏。 现在所存在的现实的东西,叫做修行。 使不坏物之本相,下节乃是离物,集物也不对,离物也不对。 集物也对,离物还是对。 下一节乃是离物,虚当显见是自自体。 当之二字,要阿难注意着眼,何者是虚空,何者是物象。 此以莫作是,是见无空,是见无物。 意思就是说,这个见性是离虚空, 这个真心之见是离物。 不要这样解释,佛要阿难,依所定格式。 物跟见双直,不坏物之本相。 意思就是说,当下万象,来谈解脱。 不必去破坏它。 不必去毁坏它。 所以先曰空说,就虚空来说,若空是见,如果虚空就是你的见性,虚空既已成见,则破坏了虚空。 对不对? 你不要去破坏虚空吗? 虚当不坏虚空之本相。 何者,仍就是虚空呢? 意思就是,空已经变成你的见性, 那么拿什么又叫做虚空? 再就物来说,若物是见,既已是见,也应当不坏物的本相。 比如说这是杯子,杯子是见性的话,你不可以破坏这个杯子,这个杯子就是杯子。 是不是? 不可以坏物的本相。 何者,仍就是物呢? 这杯子就是杯子,毛巾就是毛巾。 此种格式,譬如,极壁成画,墙壁上画画,要是墙壁存在,画也存在,方尘物件个体。 现在是物件是一体的。 所以我们精神跟物质是一体性的。 此顺阿难的谜子而说的, 以为见性跟根深万物,各界有体性。 故作思解,才这么样来解释。 若是见,即便无空无物,若是见就是,如果只存在见性。 只存在了见性,因为物件是一体的。 即便无空无物,那么就变成否定的虚空跟外面的物相。 若是见,即便无空无物,这句话的意思就是, 如果你只存在见性,那么就没有虚空跟物相了。 即便成了否定虚空,否定也否定了万象。 我们需要不坏虚空,不坏万象,来讨论一体。 所以,遂成一体,这样才变成一体。 意思就是说,如果你只存在见性,而否定了虚空跟物相, 那么这样才叫做一体。 则跟阿难的语意相为。 阿难认为怎么样? 见物各有体啊,是分开的啊。 是分开的啊。 至于阿难语意相为,阿难认为物跟见是各个体性啊。 是不是啊? 现在又变成了一体了,又继成了一体。 只不容更说是见。 因为见变成物咯。 是不是? 当然更不说,不容更说是见。 因为见变成物咯。 一体就是这样。 一体,见就是物啊。 所以,至不容更说是见。 如孝文,我真文书,无事文书, 此种解释是正脉书,教光法师。 说,我就是只有一个绝对的文书, 没有另外一个多或简或对或错肯定或否定的文书。 没有。 我真文书,这个文书施力菩萨就是绝对。 没有是,是就是指非啊。 无是也无非文书。 这是就是,没有是跟非文书。 在头上按头,我就是文书施力菩萨。 于是,文书施力菩萨的本身不可按理个数。 我是文书施力菩萨,我非文书施力菩萨, 对不对? 我就是文书施力菩萨,就绝对嘛。 此种解释是正脉,愣言正脉。 焦光法师特出的手眼,能见人见不到之处, 能会佛立格本意,书令人心也残伏也。 好,我在解释前面268页,你看经文, 若必七线,若必七剑,现在如浅,如硬一手,切实指尘,何者是剑。 所以你一定认为,这个剑性陷在你的眼前, 你以一手指示看看,指尘看看哪里是剑。 阿难,你应当知道,如果虚空是你的剑性, 虚空已经成为你的剑性,那么又什么叫做虚空? 如果物相就是你的剑性,物相既已是你的剑性, 那么何者又何者,是物相的本身呢? 说一体不对,说二体也不对。 以下269, 说,如可为戏,批破万象, 洗出精明,静妙,建言, 指尘是我,同比诸物分明无获, 你好好的可以为戏思维, 把它剖析这个万象, 把它剖析出这个精明,静妙,建言, 就说,你把它剖析出什么是剑性, 你分析出来给我看看, 指尘是我,拿出来给我看看, 哪里是剑性,指出来, 同比诸物分明无获, 跟那些外在的物相, 很清楚地指出来看看, 意思就是说,阿难,你根本就指不出来, 剑性不可以离开物相, 物相也不可以离开剑性, 说一是不对,一就变成一体, 说二还是不对, 佛法就是这么妙, 分明无获就是很清楚地, 上一节, 即物所是见, 此节,离物所是见, 乃是离物, 虽当显见的字体, 所以, 教他阿难, 说,如可更加一番的精细功夫, 批破万象, 也就是剖开万象, 分析出, 此见言, 就是离物所是见, 离开物, 你看看, 能不能找得到见性, 叫做离物所是见, 离开物相, 你找找看, 看看能不能找到见性, 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, 说, 见明, 见妙, 见言者, 万象不能混, 叫做经, 万象不能闭, 叫做明, 万象不能染, 也敬, 万象不能辨, 叫做妙, 此事乃见缘之意象, 就是本言清净的意象, 也就是本节所据性功德相, 此言见言, 上约见经, 有的说叫做见性, 明相虽然不同, 乃谁与变, 讲见经也可以, 讲见性也可以, 随你方便, 同是指众生, 同样指众生, 誓经言明, 二七零, 也就是二根本中的真本, 就是与物同体, 如果物见个体, 外面的物相跟见性, 各个有体性, 也就是两个体咯, 那么就必须离物以显见之致体, 因为它两个体嘛, 是不是, 同比诸物历历分明, 无所疑惑, 只是尘我啊, 阿难答, 阿难言, 我今于此, 从个讲堂, 演技很好,